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9月16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会面 唐宁街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约翰逊将当面告诉荣克 英国不准备将脱欧时间推迟至10月31日之后 唐宁街消息人士还表示 约翰逊将明确表示他不会再容忍任何拖延 任何进一步的延期都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这不仅仅是一个额外的犹豫和拖延 也是一个额外的长时间 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尽管约翰逊希望确保达成脱欧协议 但如果10月18日之前不能达成协议 他的政策是10月31日不达成协议就离开 并拒绝欧盟提出的任何拖延 有报道称首相府已制定了一项仅首相和三名主要顾问指导的秘密计划 这项计划可令他们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绕过国会通过的反对延迟脱欧法案 该计划意在使北爱尔兰在英国退欧之后与欧盟保持更紧密的联盟 他们希望该计划将消除对北爱尔兰后备计划的需要 约翰逊上周六接受英媒采访时透露 该备份方案与欧盟协商愉快 已取得重大进展 参与脱欧谈判的欧盟官员则表示 他们没有看到英国所谈论的谈判桌上取得的进展 英国政府仍未就如何取代爱尔兰后备方案提出详细建议 荣克则表示他不确定除了这项计划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上周末期间因市面传出脱欧进展良好 无协议脱欧可能被避免的消息 英镑行情回升至近两个月高位1.25000附近 不过技术面来看英镑多头士气并未较之前出现进一步改善 因为整体汇率仍处于上升通道线内部进行波动 英镑近期因基本面好转且技术面严重的超卖背离出现反弹 目前走势虽较为乐观 但后市行情在技术面已失去了进一步大幅拉松的动力 上周交投中 行情更是出现盘整代替回调的走势 多头未出现真正调整的情况下 恐难以完成1.25000压力位的突破 MACD指标本周开盘即处于背离状态 加之昨日约翰逊重申反对延期脱欧的言论 且英国经济数据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部分英镑投机多头可能已经在昨日陆续离场 这可能将会导致英镑突发跳水 技术面来看汇率可能会短线回落至1.22600支撑位附近 基本面方面建议交易者关注9月18日英国8月CPI年率 英国8月物价零售指数年率 英国8月末计条输入PPI年率 以及英国脱欧进展谈判情况 技术面上则建议交易者关注上方压力位1.25000 以及下方支撑位1.22600 感谢收看近日市场行情分析 如有疑问可登陆ACY西万证券官网 或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解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扫码参与比赛包里15万美金等你来战